本视频是由良心无介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 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九又跟大家见面了 首先呢祝大家十一假期快乐啊 当然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估计你已经那个假期结束归来了啊 安心工作是吧 OK 今天呢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小米5的升级版 也就是小米5s 这次小米的球季发布会呢 一共发布了两款重要的手机 一是这个5s 还有呢就是5s plus了 但是呢 关注这个手机圈 或者说是稍微对它有了解了 应该都知道 这一次的重头戏呢 其实是小米5s 并不是这个所谓的5s plus啊 啊这次呢小米5s呢升级呢 可谓是不少吧 啊虽然呢外观一地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在各个细节部分呢 都有一些小升级啊 咱们呢一起来看一看 OK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了 边开箱边和大家聊 小米5s 小米特别马上开始 OK 这次小米5s的包装盒呢 照以往呢 也有了一些不同 这个非常极简化的设计啊 就有一个简单的logo 然后一个小米5s 啊这个5s这个造型 总是让我想起来苹果是吧 啊我们这台呢 是拿到的5s3G加上64G 亚光银白的这个版本 啊大家都知道在首发的时候呢 是没有黑色的啊 也是导致我这个视频拖了一段时间的原因啊 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 这手机大家都知道 呃跟小米5呢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白色的话呢 这个黑边呢是非常严重的 也是非常不好看 但是跟小米5发售也是一样 小米非常鸡贼啊 这个首发呢只有这个白色 OK 那咱们现在就把它拆开 我们这也是一个低配的版本 这个手机整个的感觉呢 和小米5是非常非常的像啊 哎 这次它的这个数据线和卡针的设计 跟以往有一些不同啊 不过这卡针的造型是没有变 还是以往那种造型 之前的里面那个纸啊 都比较廉价 大家都知道小米的那个 但是这次改变了还是非常多的啊 5伏2.5s 5an9伏2an12伏1.5an 就是第三代的QC320的快充 这个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咱们先把模四开啊 哇 这个吸毒一样爽啊 这边呢我们也是拿来这个高配版的小米5 和1加3可以说是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对手啊 在这呢没有这个乐视的Pro3啊 比较遗憾这个我还暂时没有找到 后期如果找到呢 再继续给大家做视频 整个手机先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精致感 照小米5呢提升了应该是一个档次啊 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一体化的后面的这个整个的金属机身了 这种做法啊 上一次见到呢 国产机啊 就是这个1加3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加3的这个效果呢 我个人觉得反正它们两个是两种风格吧 大家看一下1加3在这种边角的处理上呢 是非常锐的 就是非常直角化的处理 都是这个非常硬朗 而这个小米5s的处理方式呢 都是非常圆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地方 做的呢都是非常的圆滑 就平滑的过渡过去 导致呢你这个手哇 这个黑边不能忍啊 这黑边真的不能忍啊 大家看一下这黑边 这应该是黑边最明显的时候 好咱们继续说这外观ID啊 导致呢你整个握在手里的时候呢 非常的舒服 由于这次呢 它也是加上了这个前面版的2.5D玻璃 划过边缘的时候呢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当手啊 有一点点当手 但是绝技 没有这个小米5 之前那个挖手的那种感觉了 小米5上呢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2.5D玻璃了 如果它是加上2.5D玻璃 这个整个手机的档次呢 可以再提升一下啊 其实它原本这个手机的这个精致感呢 还是不错的 OK现在呢是录制指纹的环节 这次啊小米5s呢 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选择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超声波指纹识别啊 其实呢这个国内之前有厂商做过 就是乐视之前的手机 大家可能没有印象了 因为当时它的那个效果呢 还当作那个使用的体验呢 其实并不怎么样啊 说实话还没有像1加3啊 或者说呃这个p9啊 华为呢 他们那种传统的指纹识别做的流畅啊 咱们这次看一下小米5s 录入呢是十几下啊 大概是15下 当然就是录入一次 你后边就不用录了 这个咱也不用纠结 但是呢 刚才我是体验它下边的这个指纹识别模块啊 感觉一体性呢 是非常非常棒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块 它跟你这个前面板呢 是一块玻璃 它这个呢 肯定是用一种工业方式呢 腐蚀了一块 然后呢 让它的这个玻璃呢 凹下去了一部分啊 它的下面呢 就放上了这个超声波指纹的那个扫描器 然后呢 你在下面按下去的时候呢 就扫描那个上面的指纹 然后进行录入 由于呢它是一体化的 所以说呢 在按着的时候呢 感觉还是非常微妙的啊 跟之前那个都不一样 虽然这个1加3啊 它那个指纹识微固呢 也是按不下去的 但是呢 你还是能感觉到它 它不是一起的 就是它是掏了一个窟窿 然后下边垫上来一类一块 而这个小米5s这个呢 明显感觉一个一体化效果非常强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块 说白了就是一片西瓜 你用勺呢 给挖进一块 但是呢 并没有挖穿 就是这个感觉 首先呢 咱们和它同门的这个小米5 来对比一下 3 2 1 感觉并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3 2 1 大概一次 3 2 1 好像感觉这小米5还要快一点点啊 反正就是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的这个速度 咱们和1加3对比一下啊 好 试一下 3 2 1 3 2 1 这明显啊 这1加3呢 要快上一大拍 而在国产的指纹识别中呢 我目前用的最快的 那指纹识别这个体验最好的 前置的是1加3 后置的是华为p9 这两个机器 我在这哪跟大家说一下啊 经常有后台这个小伙伴问我啊 在微信公众号里边 小白你觉得哪个指纹识别 解锁最快 我在这再说一遍啊 前置的1加3 后置的p9 我觉得p9的那个做的还是真的非常猛啊 在那些视频里边我也是着重表扬了一下 他指纹识别呢 嗯 在速度上呢 其实我一开始有预期啊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那么快 因为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p9那个 还有就是1加3 那个做到做到这种速度 基本就可以了 基本就是描解了 就是并没有什么反应时间了 也没什么过度动画 我觉得他再快也快要到哪去了 所以说 我还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他这个按不下去呢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按不下去的感觉啊 就是手触摸到一个玻璃上面 在这个指纹识别这块呢 也多跟大家撸出两句啊 传统的这个指纹识别呢 像1加3这种啊 不管是后置还是前置p9啊 还有这是老板的这种啊 还有按下去和按不下去的这种指纹 这次呢 苹果呢 他的这个iphone7呢 也是不能按下去的 但是呢 他在这个地方呢 给你加了一个 就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 线性马达 然后你按下去呢 会震动一下 由于他的线性马达 离这个按下去的地方啊 这个home键啊非常的近 导致你有错觉是可以按下去的 1加3的这种呢 你习惯了就好 如果你要是之前能按下去啊 你会感觉怪怪的 这个iphone7的那个他是没有 而小米5S这个呢 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真的是很微妙啊 这种感觉啊 就是跟之前的所有的这种模式呢 都不太一样 他的这种方式呢 把这个前面玻璃呢 腐蚀掉了一块 我觉得啊 一是那个在发布会上说的 他是为了让你迅速的能手指 感觉到这个哪块是指纹识别的这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口头装着的时候 让你掏出来 手能迅速的找到这个位置 还有呢 也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他是为了提高识别率 因为毕竟这个前面玻璃太厚的话 肯定会影响他这个超声波扫描的这个 识别率有这个效率之类的啊 打薄了一层之后呢 他的这个效率呢 可能会更高一些 曾经在直播里边呢 我也和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把前面的玻璃做平 然后指纹识别模块怎么办 有一种呢 大家都知道啊 他是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屏幕 全是这个指纹识的模块 加上了一层 然后你手指在哪个地方 只要按上去就能识别 这个我觉得离咱们还太遥远 我觉得他这个技术一时半会儿 还应该还达不到 再加上这种做法的话 这手机的成本应该也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可能做的也会比较厚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像小米这种 当然他这个是这个腐蚀了一块玻璃 让你找到这个触感 比如说咱们把这块填平 一个前面板整个是平的 但是呢 把下面这一块呢做大一些 就是我知道我这个手机是这样拿出来的 然后呢 我只需要按在这个地方 然后也能顺利识别 或者按在这个地方也能顺利识别 只要不按到两边就可以了 就是增大他这个指纹识别的面积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吧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在这拜拜是吧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能不能实现啊 他们简单讨论一下 这次他的按键呢 也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上一次在小米5的时候呢 着重吐槽的 一是没有二点五地玻璃 二就是按键了 真的非常非常松化 尤其是第一批那个白色 我的那台真的是非常松啊 我这台黑色其实也是非常松 如果你要是给这个小米5加套的话呢 会经常容易误触 因为他这个按键非常松动 就是你只要双手这样使劲一握 这个套呢是把它包住的 所以说经常会发生误触的情况 而这个小米的5s呢 在按键上呢非常的硬做的 做的非常的硬 就是你要用两倍于小米5按键的力气 才能把它按下去 这个误触情况呢 应该会大大减小的 后边的这个天线条呢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丑啊 就上面这个部分 如果要是黑色的话呢 整体性应该会更好一些 它也是呢 做了一个类似于Pro6的那种风格 是把这天条呢做到了上面 大家可能都说啊 这个小米5s啊 和这个Pro6啊 还有这iPhone7啊 那个天条做的都是一个风格 其实iPhone7那个难度真的 比这个国产这两个要高很多 因为它正好是做到了这个眼上 在iPhone7那期视频中也跟大家说了 正好把这天线条做到这个 你的这个面 然后和整个背面的这个交界地方 这个棱上 然后它这个技术呢要更难一些 OK整个手机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 其实就是手感上啊 照这个小米5呢提升了不少 而且精致了许多 但是这黑边真的是不能忍啊 这黑边真的太恐怖了 是绝技不能买白色啊 这白色真的是不能忍 绝技不能忍 在这个之前 我这台是一个比较早版本的小米5啊 这个屏幕呢有泛红的情况 这个应该很多小伙伴买的小米5都碰到了 而这次的5s呢也是首批 但是呢这个整个的屏幕素质呢会好了很多 同样是5.15寸的尺寸啊 但是在这个啊 长宽高啊 就是在厚度上呢 都是照这个小米5有了一点点的增加啊 这个重量上呢之前那是139克 这次呢它也是增加到了145克 这个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啊 非常改变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你要是不是刻意的去对比他们的参数 不去刻意的去比较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在快门速度上呢和小米5呢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这次呢这个5s呢是采用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夜排非常牛逼的一个摄像头啊 这个mx378是这个索尼的一款摄像头 整个这个小米5s上手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小米5吧 这个也是 意料之中的 因为要么它就叫这个小米6了对吧 整个呢给这个小米5呢做了一些完善 比如说这个二代五的玻璃啊 然后还有就是 按键部分的一些修改啊 升级了一个摄像头啊 在电池上啊在这也有一个小升级 不过非常非常少啊 只有100毫安时啊 增加到了是 典型值是3200毫安时的电池 PPI428 这个整个拿起来呢 5.15寸上呢还是非常精细的 OK 咱们呢就不和大家多聊了 马上去拍照 咱们马上回来 先聊到这 OK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 没有沾双 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 如果你觉得每一期一二十分钟的视频不贯赢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好吧 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吐气啊 但是却干货满满 不仅能再次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 小白我每天跟你语言聊天 新鲜的科技圈资讯 精彩的幕后花絮 这些都是少不了的 打开微信 直接搜索小白测评 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闪现的二维码 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 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 OK 刚才呢是简单的带这个 小米5s小米5还一加三出去拍了一些照片 感觉呢 这次小米5s照上一代小米5呢 还是做了一些这个倾向上的调整吧 在这个绿色草地这张呢 大家可能感觉并不是太明显 到天空这一张呢 这三个机器应该就是完完全全的三个倾向啊 各有不同 个人感觉来说呢 这次小米5s呢 照小米5呢 还是有一些提升的 毕竟呢这个摄像头呢 是更新了是吧 还有呢就是夜景拍照了 这次的摄像头呢 小米5s呢 应该说是不升反降吧 由之前的这个后置的1600万呢 掉到了1200万 大家都知道啊 那现在这个上到旗舰下到这个2000人的 国产机啊 这个终端机 都是呢 卡在了1200万像素的这个单位上啊 其实这个呢也是跟他上游啊 这个摄像头的调校呢 是有关系的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感觉这个小米5s呢 这个按键呢 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松动啊 这块啊 并没有做的那么那么的极致啊 那整个摄像头的造型呢 基本上跟小米5是一模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把这个闪光灯的位置呢 换了一下 有这个之前的右边换张了左边啊 后面呢也并不是玻璃材质了 而是一个金属化的这个一体机身啊 下方造型呢也基本差不多吧 也是这个全对寸的这个设计啊 正面啊 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区别 我个人觉得非常大 大家看出来了啊 是没有logo了 对啊 这个正面呢是没有了小米的这个logo 感觉呢这个整体感呢更好了一些 说实话啊这个黑色这个当时正面有logo 咱们也是吐槽过是吧 OK 在这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不要买白色 如果你要不是飞的要急着用的话啊 不要买白色 或者说不是对这个白色特别偏好的话 上头这块呢 这次呢这个MX378的这个sensor呢 它是2.3分之1英寸啊 这个呢 照别的这个主流的机器呢 说实话呢这个底要大一些啊 这就是它的感光面积啊 这个懂摄影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底大一级压死人啊 就是如果你的感光面积比别人大的话呢 这个近光呢啊 肯定这个感受到的光量呢 肯定要比别的这个sensor呢要多啊 所以说这个咱们还是直接用这个样片说话是吧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再说一遍 如果大家想查看小米5S的样张 直接在咱们的公众号里边回复 小米5S样张 小米5S样张 这几个关键字直接回复就行了 啊更多的这个视频样张 你自己定夺是吧 OK啊 咱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相机的启动速度啊 都是3G内存 我看一下是1.4G可用啊 这是1.3G可用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3 2 1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啊 和这个1加3对比点 同样是吧 核台都清空 1加3呢 这个内存呢 是要比它大一倍啊 3 2 1 看这1加3是要快一些 它这个启动速度上 在小米5S和小米5啊 是高配版尊项版啊 这个三者之间的抉择上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呢 一直在纠结 在这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一次 最大的吐槽的点呢 并不是它造型丑 也并不是别的什么 这次小米5S的821的处理器呢 依旧和这个标准版的小米5 当时是一个情况啊 又是这个严格版啊 并不是满血版本的这个2.35GHz 而是2.15GHz 少了0.2 但是呢 它这个小盒啊 由这个1.6 提升到了27GHz 所以说在跑分上呢 还是要比这个满血的820还要多的 即便是阳哥版的821 这个一会儿跑分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手上的这一台呢 是高配版的小米5 这么说吧 这个满血版本的821呢 那肯定是顶级了 但是这个阳哥版本的821呢 介于满血版本的821 与满血版本的820之间 就是比这个820呢 还是要好那么一丢丢的 但是我感觉 如果你不是非常非常中毒的使用 应该是感受不出来这个区别的 所以我说 可以买小米5高配版 或者尊险版的这个黑色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 价格上面也有一定的优惠 对吧 这次的小米5S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 感觉就是隔血搔痒吧 不过瘾 既然你都来了一次S级的升级了 是吧 你把这个跟那个iPhone一样啊 把这个处理器啊 什么洛基巴拉的全都给升一下 是不是 又是一个残血版本的821 感觉不给力啊 这个诚意不太够 虽然呢这个价格呢 说实话呢也并不贵 在2000元档位 但是对于小米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诚意稍微欠缺了一些 如果要是满血的821 那绝对是没话说了 即便是这个白色版本呢 黑件有点严重 但是我觉得声音肯定也就少了许多了 是吧 在前置摄像头方面呢 我个人感觉一直是这个小米的一个小短板啊 就是它一直就400万 这5s呢反正是400万的前置摄像头 我感觉少了一些 真的是少了一些 可以提升一点 比如说700万呢 或者是这个哪怕是500万是吧 今天这期的视频呢 先和大家简单聊到这里了 在这给大家说一抱歉了 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你应该听出来了 我这个声音呢 最近是偶感风寒啊 这个是一出去之后 这个声音这几天一直是 这个咽喉眼应该是还怎么着 非常肿痛难受 所以说跟大家说一抱歉 好了啊 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 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简单的体验了一下小米5s呢 和我之前没有开箱时候的预期 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是隔靴骚痒吧 既然呢是一次大的升级 但是感觉这次小米的诚意呢 并不是太多 首先呢 最大的槽点就是 不是满血的这个821 还有呢 在视频中呢 并没有提及小米5s plus 在视频开场的时候呢 也和大家说了 这次的重点呢 肯定是小米5s 无论从摄像头呢 还是从造型上来说 5s plus呢 挂着一个plus的名 应该说是做的更极致 在这个各方面呢 做的是更棒 但是呢 后置的指纹试别 还有呢 就是整个的造型呢 还有摄像头方面呢 都是一些非常老的技术了 无论从双摄 还是从它那个 尤其是啊 在这吐槽一点 它那个5s plus上面 那个上下两个塑料片 那都是两年前的技术了 就是后面那种 天线的处理方式啊 实在是 就是典型的线下机 就是只有你去线下买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它有多差 是吧 也不能这样说啊 肯定有小伙伴喜欢 如果你决定要买的话呢 我还是非常非常建议你啊 一定要去线下来看一下 这个小米5s plus这个时机啊 我个人感觉你看完了之后 应该不会有这个购买的欲望了吧 除非你有信仰加持 这次小米5s 在我看来最大改进的点呢 就是在手感上的升级了 我个人来说非常注重手感啊 还有就是这个摄像头了 但是如果要是单凭这两点 让我重新来换机 来重新掏钱 我还是要思量一下的 对吧 这期的小米5s的铁测评呢 先和大家聊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呢 直接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视频呢 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 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语音 每天我在这跟你聊天 已经有十多万的小伙伴 在这跟我们一起爱之求真了 赶快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 每天我在这等你 无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录制一个简单的小花絮啊 11加7的时候呢 我是跑到这个香港呢 去有一些事啊 然后呢 又顺便的在这逛了两天 香港呢 应该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 无论是电子产品 或者是科技产品的整个集散地啊 之前呢咱们说是华强北 但是呢 其实华强北的大部分东西 还都是从香港进过去的 对不对 我也是去了几家非常大的商场啊 还有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 铜锅弯的这个Apple Star是吧 确实是非常的给力啊 个人感觉啊 呃 在那边呢 我是碰到了许多国内呢 并没有 并不是经常见的这个手机品牌啊 关注我微博的小伙伴都知道 比如说V10 大家还记得这款机器吗 可能好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款机器啊 是去年的那个LG的一款旗舰 它呢在这个上面啊 有一个小的屏幕 呃 V10 然后还有就是大量的这个华硕的手机 然后索尼的手机 就街上很多很多人这个不是游客啊 就是能感觉出来就是香港人 然后再用这些手机啊 其实这些品牌呢 在国内来说呢 相信你身边已经几乎绝迹了吧 尤其是ROG的手机 在香港真的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小伙伴啊 在这个公众号里面说这个ROG啊 或者索尼啊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呢 看一下全球的销量呢 尤其是ROG 其实它的销量还是不错的 在全球范围之内 只不过是呢 它呢在大陆市场呢 已经可以说是被这个国商品牌打压的 没有空间了 是吧 呃 还有就是再重一点 其实真的就是港版的手机啊 就是尤其是iPhone啊 真的这个价格优势非常非常大啊 在那儿啊 我用这个汇率换算完了之后 将近便宜这个800多块钱 1000块钱啊 那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是这个旗舰级别的手机 是吧 啊 OK 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LG索尼他们都活得非常好啊 只不过是在大陆市场呢 稍微差了一些 还有华硕 华硕呢 应该说是 呃 我是说错了 嗯 OK 呃 港版呢 呃这个买手机 如果你要好渠道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啊 哈哈 好了 再把大家聊到这儿